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賈聰 今天超棒 話說早前收到Sony新出的一部相機 ZV-E10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部 這一部一出 很多人都很關注這部機 因為它是ZV-1的升級版 之前也拍過影片介紹ZV-1 ZV-1我用了一段時間 其實都不錯的 對呀 都不錯 但唯一真的美中不足 就是可能不能換鏡頭 這樣就差一點 但這次Sony全新的ZV-E10 就完美解決了之前不能換鏡頭的不足 所以這次你就可以給你換鏡頭 風景 用一些環境的 用一些廣角的鏡頭 想拍一些食物 一些產品 或者是公仔模型的 可以換一些較低的鏡頭 基本上你一部ZV-E10 就所有的場景你都可以應用到 而且它的電子跟ZV-1是不同的 它的電子是再大一點 就是這一個 有買過ZV-1的觀眾都應該知道 就是這個電子會給ZV-1的電子 再耐一點 而且是相當的 今代依然有反摩的功能 你看到可以旋轉 你自拍也可以 拍人也可以 或者你也算 拍一些東西高炒 你就可以將螢幕的角度 攪拌到方便自己看 而且亦有這個眼球對焦 基本上它會自動對著你的眼睛 追著你的眼睛來做一個Focus 還有防手震 即是拍攝的時候 畫面就不會搖來搖去 很麻煩 還有今次是有這個 補財設的4K功能 即是拍4K就不會將畫面再攪拌 你就可以再拍到更加多的東西 全部功能都是基本上 拍4K是方便到爆 甚至你拍片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可以換鏡頭 今代依然都是有 機頭也有一個收音的位置 這個就會比一般的相機 如果你不拆麥克風的話 它會比一般相機收得更加好 還有也有一個防風的毛毛 就算你在外面 室外環境很大風 都可以觸到風聲 其實我也有一條影片是測試的 可以給大家看看 沒錯 你看得到非常厲害 就是這樣 今天我講得多沒用 我們都要實戰 例如相機這些東西 待會我就要用它來拍這個 智力大測試 接頭摩法 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個 給大家看看它實際的效果 出到來是怎樣 還有它對焦有多麼快 多麼準 還有今天整條影片很用4K的 暫時這些畫面 你還未用這部ZV20拍的 接下來才用這部ZV20拍的畫面 開片 OK VITTA 好 跟VITTA玩魔術 這個不是魔術 這個是我沒有了 智力大測試都是 今天你看到後面有三個人型 他們有一個組織的 就叫魔術型的 對 關獸害者的組織 要在旁邊好像實眼豬老舊 要踢爆我的那些 它們多角度觀察 我會失敗的 所以今天玩魔術是很不順的 今天有很多助濟 但不要緊的 VITTA 這個是我的遊戲 怎麼玩呢 很簡單 我這裡有200元 同時也有兩隻牌 如果一旦跟你說 我要你猜中這兩隻牌 是什麼牌 有猜中就給你200元 你覺得會不會很難 很難但我會嘗試猜中 就是這份精神 非常好 但我們這樣簡單一點 如果回到後面 我要你嘗試猜中 如果你猜中的話 我就跟著這個給你 會不會更容易 但我可否向難度挑戰 我猜中這兩隻牌 可以啊 可以啊 但你一定會輸 那我猜中就贏了 如果你猜中就贏了 好啊 好嗎 但我覺得 可以再簡單一點 小一點才是 我告訴你這兩隻牌 其中一隻牌是否就是 讓你可以使用那隻 其中一隻是作牌 這隻作牌 你現在要做的就要簡單一點 你真的要不要猜中這隻牌 但好像很簡單 我猜中也不會猜中 但當然不會很容易的 在你猜中的過程中 我就會不斷用一些 身體的字體語言 收你暗示 或者我會用後面 說一些東西出來 去引導你 我想你沒有的那隻牌 你覺得你要選什麼牌 其實有很多選擇的 你可以選 介紹五牌 介紹八 作牌 作家定牌 不是善家話 你會選 那選人你會想選什麼牌 我會問電腸館 可以可以可以 看一下 其中一番我剛才在這裡說 我沒有說到紅心的 我沒有說到紅心的 有些含意在 我可以說遊戲規則嗎 規線七 確定 你要問問你的朋友 這次 這次 隨心 最後答案 對著鏡頭 這次 她的樣子是那些 你實在拿不到200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可以轉 不用 我不轉 就規線七 這個是足球 是 這個是規線七 OK 規線七 這次可以討論改正 說出來就行 你說規線 我想堅持規線 但很多心裡有時候 可能會這樣 我扮了心心 對你的心心 都不出奇 但我扮了心心 之後你不想選 紅心也不出奇 其實她剛剛說得很適合 規線七其實是很多人選的 規線七 規線七 是 你規線七就是這隻 是 我們這樣玩 這隻是規線七 OK 這世界有很多磁線路 有些人會指貴馬 我怕有些人 但對規線七的理解 未必一樣 可能有些人看著你規線 看著你排骨 你就是紅心不舊 也可以 我想確認一次 我想問一下 你生活中的規線七 是不是就是這樣 是 是嗎 正確我們是 你們家庭觀眾看 你們的規線七是一樣的 摩訊給你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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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幫我拿著規線七 對 我先拿著 OK 接下來 如果這裏一起捉 我們一起排骨 這裏是規線衣的 那你真是玩我了 這裏 真的不是同一副牌 明白 這兩張和這副牌 不是台風的 這兩張牌 在這副牌面的 這裏是規線 這裏是規線 不是 OK 我們現在再拿出來 肯定是吧 真的不知道 這裏是規線七 我們現在再拿一次 兩百元 按下 幾乎拿兩百元 魔術人技 魔術人技 現在我講過 有一隻是Joker 一隻Joker 一隻Joker OK 然後這隻 究竟它會不會是規線七 究竟你有沒有被它影響到 你的規線七 如果它是規線七 就很遺憾 等一等 OK 我現在可不可以 轉彩向難度出發 它是規線七 可以 OK 但如果它剛好 真的是規線七 就 抱歉了 可以 兩百元 它跟我說這些 我也不知道 建設 我想你 伸手上 我想放在這裡 好 我想你一齊打開 給別人看看 它會剛好真的規線七 好緊張 說出口 唉呀 真的很可惜 我都給了機會你轉的 為甚麼 我都去難度出發 我給了機會你轉 為甚麼 我應該不斷暗示給你 我正式選擇魔術的境界 走 走 走 我出來 我說過這兩隻 這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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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先 我想你先保持 保持 我擔心 又不會 規線演是不是 對 對了 這裡 這隻是否大家 認同規線 我上來 大家看看 這隻是否規線 如果是的話 恭喜 這兩隻就是你們 但我想說 已經獲了兩隻 噢 這真的沒有難 好 1 2 噢 噢 沒有了 我們已經這樣 因為怕到 已經看到 對 所以 其實真的很難看 這隻是否規線演 我猜不到 我只想尊重他 所以才是 但我猜不到 但我猜不到 我們有辦法 兩百萬不要 我們多幸運 這麼多隻 牌 不是規線演 我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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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到 我猜不到 我猜不到 然後 重點是 看看這隻 是否規線演 如果這隻 不是規線演 那便恭喜你 你終於得到 兩百萬 如果是 有遺憾 可能你會 得到兩百萬 我不知道 我想你自己打開 如果未聽你的提示 我是沒有聽過 他的提示 我這個規線演 是直接不聽提示 可能我剛做了很多 紅心的 其實一直在影響 你的潛意性 你不知道我哪一句 是心理暗示 其實我這些就是 要你避開選擇 紅心 可能不是我 但我想你 看看這隻 規線演 偷視wa 嫌產 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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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curios 我會這樣 lunar בת lane 哈哈哈哈哈哈 我現在會直接拿錢 哇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那隻是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說得出做得到 史上第一個混蛋 在那次大家都說到錢的人 真的錯了嗎 那真的有可能錯 我們證明我們是 哇 哇 我都猜不到 什麼猜不到 不是我還在想 正如你這麼自信 應該是葵線應該在想 他是怎樣變的 怎樣引導我 我沒有變 這個才是supise 這個才是魔術 Magic 就是我發哥 這是第一個 這麼多年了 我這個系列 我拍了好像 一開始拍到九年 拍到現在 在外套兩百元 但我也是一個正式的 通常這些位置 會有一個卡牆床拍 但是 所以這樣 我只是 感謝發哥 哈哈哈哈 感謝發哥 用這麼簡單的方法 給我賺了兩百元 兩百元 給你真的不是問題 看這影片出去 我不知道 魔術解釋 你不是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假裝你 為電魔神 你收尾吧 哈哈 嘩 我怎麼都告不到 我都告不到 好了 試用完這部ZV20 說說我的感覺 的而這個就是ZV1的升級版 可能有些人說 我什麼時候要選ZV1 什麼時候要選ZV20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拍一個生活的Forg 你想整件事比較隨便 正常ZV1都已經很足夠做 但是如果你今天拍一些開箱 你想拍一些開箱 突然更漂亮 我就建議 可以用ZV20 因為它可以換鏡頭 我之前說過 就可以照顧到更多的需要 我現在就試一試 剛剛這部影片 所有東西都在用10-18的鏡頭 是一個比較廣的鏡頭來拍的 我現在就試一試這個16-50給大家看看 這兩支鏡頭要用來拍一些產品 或者你拍一些食物的話 那個分別會在哪裡 我們就需要一樣東西 OK 請了我們的胡迪出來 現在就用這個胡迪來示範給大家看看 如果用這個10-18來拍 會有什麼效果 你看到如果現在用了這個10-18的鏡頭拍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廣的鏡頭 所以你看到它可以拍很多東西 所有的都拍到 會看到很適合 看到很多很暖的東西 有些手機的電話 各方面全部都可以看到 所以其實整個畫面看來一定要不漂亮 也都突出不到主體 但這個鏡頭給你拍方是好的 因為拍方你都不希望整個畫面值得你的頭 你都想有時候有些嘉賓 有些朋友 或者想他看到周圍的風景 令畫面更豐富 那我們現在試試用這個 換了鏡頭 用這個16-50 出來看看什麼效果 由於它的焦距比較大 不用拍到那麼多東西 因為我很清楚拍到你想拍的物件 同時因為它的焦距比較大 所以它是有一個景深出來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前面的物體 是清晰後面模糊 所以整件事出道會有很突出的主體 和出道的質感 讓大家看看對比效果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今天的小小的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影片 也不用再迷惘 是我買CV好嗎 還是買CV20好一點呢 看完影片 根據你自己的需要 就決定買哪一部吧 好嗎 就是這樣 今次再次感謝Sony 贊助這部CV20給我們 以及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 Like Subscribe Share 多謝 拜拜